你如果說是台灣所有人的不對 抱歉 我不認同 我一定要跟蔡總統講 對不起 這邊我要跟你切乾淨 這是國賠 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們全台灣國人的問題 這邊我要跟你分手清楚 抱歉 別把什麼事情都算在我們這裡 這跟我無關 是你 是你 你用人 用不對 你的行政議長 把好好的一個警察叫局長換掉 換掉以後 這麼好的局長 那時候沒吃飯 還把蔡總統勾得這麼好 好像因為不配合我們政府在做事 同樣換掉 台鳥 台鳥以後換一個冷的人 好嘛 換冷的人你總在怎麼變好嘛 沒有 跟人媽來生日來這邊的 女兒跟台詩 換掉以後變台詩人 那時候一個慶祭你跟換掉 現在一條人命不用換掉 到現在還在那裡 所以你如果說要國賠 你要找麻煩 對不起 你找以前的麻煩 你找蘇貞昌的麻煩 你要找國賠陪蘇貞昌 陪你蔡英文 拜託 我們這邊切乾淨 我們是兢兢兢的在希望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每個都是好的長官 好的局長 好的治安 我們沒有對不起馬來西亞的人 是你換的行政院長 你們用的行政院長 換的官出了問題 所以國賠麻煩請算你們自己的 跟我們這邊劃清界限 對於馬來西亞這對白目 他們說的 要把人押回去看死刑 我一點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因為他講的百分之百都是對 黃明志講的百分之百 百分百都是對的 我真的是啞口無言 你光講 前面 這今年才剛判的案子就好了 一個男孩子 為了去討小山的歡心 把那個樓盤 立體裡面 把他們母子全部押死 不錯 在鋼鐵 鐵路局 在火車上面 把人押死 警察去用押死 那也沒辦法 你覺得 馬來西亞的女子 來跟我們這裡去用台西 他們沒很多救口 一定會打不住 甚至於打武器途徑而已 你覺得這樣子的人到時候再放出來 你覺得一個爸爸媽媽 好不容易跟女兒子 在背成這樣 跟台灣這邊 結果女兒子好好的人送給你們 結果死的你們這裡 人家不甘願 人家不甘願嘛 所以人家會做這樣子的動作 是完全合情合理 而我們卻提不出任何一個方法反駁 只有我們自己的總統敢說 不好意思 穩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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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 把你放在這裡 我給你背 不好意思 說清楚 你背你妹 跟我們沒關係 創英文從以前在家的時候 說到現在的事情 他以前說自己是沒有的 現在打自己的面子 到有100個了 沒有100個也99個了 從萊克托巴胺 從小燈泡在他的墳前可以發那種事 到後來說對所有老百姓 到所有的疫苗保證一定有 說那個有 說那個我們的準備好 說我們有政府請放心 都是做得到 不可能啦 所有的承諾到最後你會發現都不是真的 所以你告訴我 你要把治安弄好 不要再跟我講謊話 也不要再跟我講空話 策略咧 方法是什麼 什麼樣的方法會讓犯罪集團 因為討債去把人家殺死 中間的環節 有一些犯罪心理跟犯罪手法的研究 你知道嗎 該怎麼做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去問過專業的警大教授 甚至是李昌鈺博士 最近的殺死人 你真的覺得 馬來西亞男子兒死的我們這裡 可能是偶遺事件嗎 你覺得整個集體犯罪心態 這裡心裡面有白的人 會死去跟台詩人 他是不是受到你的鼓舞 是不是因為這些無期徒刑 跟沒桌的人 讓人知道 蛤 我這樣做沒事情嘛 你跟他感覺說 這些心境病的人 絕對不會太多 不好意思 他們想比你更多 所以這些犯罪策略 你根本已經失去了 所有的意義跟指針所在 你現在拿這些人騙說 我們在家會越來越好 好的待會 好的腳這麼痛的 在死了一個人之後 開了治安會報 那個治安會報 充滿了血跡斑斑 後面都是整山 整片的會 整山 整片的人頭 粗情窮 你怎麼不覺得後面 這麼怪怪怪 後面好像很多冷冷涼涼的人 在後面給你看 這種治安會報 你開了還有良心嗎 你開了以後 不會覺得良心不安嗎 但是由未完以啦 你現在如果回頭 趕快把治安做好 我覺得還可以原諒你 千萬不要再讓馬來西亞事件重演 如果再有一個事情 台灣的自己的人 因為這樣子而 命喪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 我覺得你才會更丟臉